那我介绍好 二三 不好意思 好 那除了我刚才曾经在 我OneNote里面有介绍过 那个 SGEYSE 有在OneNote里面介绍过 我有一个平板的录音档之外 那在我的部落格里面也有 我那时候玩过这个APP的时候 我有认真去研究它 所以你可以在我的部落格里面 找一下这个 就是关键字搜寻APP Peace Jason 你看我当时喜欢到他到这样 就是 我觉得好棒 然后就每个icon把印在纸上 然后就看着他的英文名字 想他可以做什么用 比如说 浏览器我可以放很多的网址 每一站有个内容 我就想说 那学生来这里用手机看你的网站 接着要做什么 我觉得那是我们接着下去要想的想法 所以当时就有慢慢整理 想说好好的来研究他这样子 好 那这是我有写在部落格里面 那我整理了一下就是 有七种做考题的APP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影片 YouTube点下去 就是我会示范七种做考题APP的做法 那下一步是什么 示范玩七种APP的考题的玩法 对因为做跟玩是对应的 所以如果说你有兴趣看或者老师你不用自己做 你就叫你的学生做或者你们家小孩帮你做 假设这样 那像这就是双打 一样的模式 你出题目放照片 左右边就是各一个玩家 你手机可能太小 你可能用平板他们就可以双打 这个你如果说有需要用的时候 试试看 那我最后呢 这个是四个图哦 这个比较难做 而且不是那么容易玩 应该是这个才对 没有 这个 这个 可以吗 这个 你要找到他 那这个单字怎么做APP 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打英文 Dog Cat 还有呢 Pig 然后还有什么 Fish 假设这样可以吗 好那我就打了几个单字 预览一下长怎么样 然后Play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就说你要把字主进真正的字母顺序里 可以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更实在 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讲什么网站多少 我就做这个我都觉得对英文老师 应该是还不错的产出 那唯一要提醒你的就是说 这个APP的玩的时候滑进去 他只要感应变蓝色蓝紫色有没有 就放开 他就会跑上去了 但是你如果是这样子你看 你叠在上面 不要当掉 叠在上面其实还是黄色对不对 他并没有放上去 所以这样子没有对到位 所以你应该要离开一点点有变色 不管你用滑鼠玩或者用平板玩都是一样 Dog 那答对了他就会放烟火 然后下一题 所以你不要自己Dog跟god放在一起 我昨天有示范 就是Dog跟神是同一个单字 同样的三个字母组成的 所以这个就自己要先讲清楚 好 那我们就先暂时到这边 那这个也是一样取个名字之后 就可以按下一步 我也把它取一下 然后WRD0821 因为我怕名字重复了 我就再按下一步 好 那这个APP 待会我会让老师们看一下说 我利用电脑下载 这真的有点比较久了 因为太多人玩它 我等下会利用 下一步我要示范的就是说 我在电脑里的APP 怎么把它装到 我今天早上给老师们看到这个 连在电脑里的手机上的状况 好我们等下会来做一下介绍 OK 二三 那我们本来就是昨天下午 有发平板下去 可是其实实际上一下子 会变得非常的混乱 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发 那我有一直撑着不发 请大家见谅 就说你手上也有Android的手机或平板 然后大概操作上的载具 应该还是你自己最上手 可能就请老师回家之后 再来去琢磨一下 或者你们来分享给同事